迪花街店家把果乾剪成小塊 一一放進試吃盒 這個動作老闆已經將近一年沒做過 不過現在隨著防疫措施鬆 三月一號開始 賣場超市市場開放試吃 讓他忍不住露出笑容 以果乾類商品來說 老闆表示有開放試吃的話 以往一天賣出五六十包不是問題 但自從去年五月十九號 全國防疫提升到三級 一天銷量大約只剩十包 解封後他看好生意 能回到以前的好成績 另外一邊婚宴業者 同樣一刻不得閒 因為三月一號起可以逐桌禁酒 根據婚禮服務平台統計 即將辦理婚宴的新人 跟去年疫情嚴重時相比 多了五成 取消口罩這個禁令 他們會覺得 他們可以拍到很多漂亮的照片 會提高他們想要辦婚宴的意願 另外在室內外運動 拍攝個人團體照從事談話 性質工作 在空曠出活動 或是容易使口罩潮濕場合 都能脫下口罩 搭乘雙鐵等大眾運輸工具 也開放乘客可以飲食 宗教活動配合政府防疫規定 也能夠申請舉辦 三月七號起入境檢疫 也將從十四天縮短為十天 疫情趨緩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放寬防疫規定 經濟防疫新模式即將到來 繼續觀眾網中均採訪報導